幫我們講一下,你當初決定要自學 好像是跟網際網路發展的時間點有關 可以幫我們聊一下當初的情況 我算是台灣的自學和法化之前 我們說的第0代的自學生 對那個增加年紀同的時期 那當時還是沒有任何在家自學相關的法令 因為是強迫入學的條例還作用的年代 那當時我是國中大概一年級的時候 又開始接觸到全球自學網 那後來因為做課展的關係 就在WireWeb上面認識了很多做研究的教授 那我就發現說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然後我寫個音樂過去就直接跟我開始研究 我就發現研究這些主題 比起我在課本上面看到的 領先大概有10年左右的一段距離 那原因就是因為尖端的研究 變成學界的主流 再變成課法會 再變成課本 差不多就是經過10年 就好像就從這個取得知識的學生 忽然變成生產知識的研究者 所以當時就覺得說我在學校 好像沒有辦法經驗到這種未來的知識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問校長說呢什麼辦法 那當時北正博中的我們都會比校長 那我這樣跟他解釋的時候他也很能夠同意 那所以因為當時我反正也記得了高中保送資格了嘛 所以他就說那你就不用來學校 那他就等於幫我瞞著教育局啦 那我就自己就開始我自己的研究計畫 那之後當然也包含出去開公司啊 或者是到大學旁聽啊 並不是說就一直在家裡 而是說學校對我來講 就從悲劇不可變成好像 我需要的時候再去的一個資源的一個態度 這就是輸到用事隨便找啦 就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鄭偉剛剛有提到14歲 有寄email給作者 當初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意識 然後你覺得說一定要把他問到得到答案這樣 對當初我在意的問題其實 我們現在會叫做網路社會學 那當時還沒有這個很清楚的一個學門 那我想研究的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網路上 可以很快的相信彼此 那但是屍體的世界 你說不要相信陌生人啊 或者是大家要先在一起混手啊 見過幾次面才能夠一起去做一個工作嘛 那在網路上只要一個標語對了 一個hashtag對了 一個關鍵字對了 忽然之間成千上萬的人就可以一起互相工作 所以為什麼隔著網路 大家那麼容易快速的互相信任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學者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所以當時我就是去看他們的paper 那很多人會把paper放在就是web上面 那即使還沒有被他的月刊或者是他的學術期刊同意 但是他們會有一個叫preprint 就是我在印出來之前的那個版本 他就放在網路上讓大家來討論 那所以參加這個社群就是preprint社群的習慣是有點像是研究者的BBS 那最大的一個就叫Arxiv 那當然後來社會科學界的也有Social Arxiv 那像即使我現在當政委了 我們辦公室都和我自己都還在發出的 就是在那樣子一個公開大家討論的平台上面 去把我們最近研究的成果發在上面 那政委可想而知你那個年代然後你可以上網 然後基本上你那時候已經具備了外語的能力 所以其實你的家庭給了你很多線線上的資源優勢嘛 所以我們就想請問說如果現在有青少年 他自己個人想要自選 家庭是需要怎麼樣的一個資源的提供 然後才可以讓那個青少年比較可以快速達到可以自選 這樣的圖案 不過我想現在如果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上網 那就是我們的錯 因為台灣現在 說政府的錯 對就是關憑上網是人權的 現在就是我們很明確的在數位國家方案裡面移出來的 就是任何人都應該要能夠上網 然後即使是他屬於一些就是偏鄉啊 原住民族啊弱勢加護啊 他理論上可以接到網路 但是可能沒有那個時間 我們有那個時間的話 那麼他的 像個著名的部落的數位機會中心 或者他的學校 甚至他旁邊的衛生索 或者這些圖書館 這些都要能夠提供他上網的方式 跟設備跟品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那種 你要家裡很有錢才能在網路上學習 而其他和相反 是越弱勢的 或者是越沒有辦法透過請家教啊 這種方式來進行學習的朋友們 他越需要有寬頻的網路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讓教育的資源能夠做一起 那另外就是您剛剛提到語言的問題 其實現在是因為有人工智慧的時代了 我們看非常多人是用機器翻譯 或者是用機器下群眾翻譯的教材在學習 語言的問題也越來越不是問題 不過現在如果你想要掌握一門外語 那有非常多免費的資源 像DuoLingo就是常被提出來的 或者台灣這邊的 都讓人非常容易就用免費的一些資源 就可以學習到外語 所以同樣的這只是花不花時間的問題 可能並不是那個家境的問題 那這是今天的狀況 那家人心理上的支持的角色呢? 心理上支持的角色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去了解到說為了我想做的題目 那這個題目是大家關心的 也許是也可以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 所以就會變成是 我是幫助大家來理解社會問題 解決社會問題的這樣的角色 而不是說好像一定是按照既定的軌道 學程啊 考一百分啊等等的角色 也就是說我們學習一件事情 到最後為什麼要了解一個東西 那當然到最後是 自己還是有些社會上的一些使命 就是你學這個想要對社會一些貢獻 或至少讓你旁邊的你關愛的人生活 做改善 這樣子的一種社會性的一種使命 那如果一開始就是自發式的學習 那這個使命就會先放在前面 大家就看到說 欸為什麼你要學這麼多的東西 是因為你想要用的時候就變得更好 那這樣的話 家人跟社區就比較容易變成 這個學習者的資源 但是如果這個學習者 現在他的目的只要靠一百分 或者是說他只是要 念到某個特定的學問 那他變成比較他自己的事情 反而別人幫不上 所以鄭文那時候回想 你剛開始決定要自學 家人的角色重要嗎? 他們那時候大概是馬上就支持你 還是有一番就是家庭革命 沒有 他們當然就是想要理解這個 所謂的外問這件事情 上面的真的是研究人員 而不是一些詐騙嗎 他們很怕小孩碰到這個 樂園部署嗎? 那又或者是說 他們很想要知道說 那這樣子有沒有一些 比較不是知識性的 而是比較是社會性的一些活動 那我就是當時打小孩啊 或者打魔法國運會啊 我還是參與一些就是社會性的活動 因為網路上面有些知識社群 都不去在地的這些活動去參加社會參與 所以這裡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 自學它並不是剝奪掉它的社會參與 剛好相反 它是讓社會參與的可能性變多 可是這個時候家長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家長不去介紹小孩說 你現在關心的這件事情 有哪些社群可以參與的話 那確實小孩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從頭到尾都知道說 我應該去聯繫那些人比較好 所以呢 像因為我父母都是讀 就是我家裡附近的一所大學 政治大學 所以他們就會了解到說 他們當學生的時候 哪幾位老師在這方面特別有造詣 或做特別的話 所以我某個角度來看 就是變成他們的同學啦 就是我就去他們的大學 去旁聽一開始大學部 然後研究所的一些課程 所以我想他們轉介這個資源 這是他們的學術資源啦 但是即使不是學術 像現在社區大學 或一些工學團體 或這些團體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我覺得這是家長可以幫忙的 所以鄭文那時候在政大 大概旁聽了哪些課程 那跟教授學生的互動可以幫忙嗎 可以啊 當時其實我是蠻有系統的 就是可能有一個學期 專門就是聽一些比較應用型的 可能是上學啊 或者是資訊科學啊 或者管理學啊等等 那但是又另外一個學期 就聽比較抽象的 比較人文的 像是語言學啊 或者是哲學啊 或者是 就是這種比較社會性質 但是比較理論的啦 這樣 那一開始我想大部分的教授 碰到說這種真的來做研究 而不是要學位的 其實都蠻蠻歡迎的 因為他們了解到說 我來這邊並不是跟他搶這個 不是跟其他同學搶資源 所以不管是教授還是其他學生 他們對我都蠻好的 而且甚至有一些教授 他自己的研究興趣 跟我剛剛提到那個是重疊的 那他就會約一個office hour 那我可能就每個禮拜 去找他量這件事情 那是一位做分析者學的一位教授 對那或者是像 余天聰教授 他也是 覺得這種跨學門的 學習很重要 所以他也會特別在 建議我去就是 注意各種各樣不同的跨學門的東西 所以我想每一個教授 他自己知道 他是用共同學習者的身份 而不是來打分數的 或者是來就是那種 權力關係的那種角色 我覺得這種 跟教授的直接合作 或跟其他學習者的直接合作 在自學上面也是特別容易的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提出一個題目 我就是想做這件事 那大家跟這個相關的 自然就可以 有一個互相切磋的機會 我如果一開始來 就是說我是來 就是考什麼東西的 取得什麼徵兆的 或怎麼樣 那當然他們會覺得說 欸很想要把他們摘化 因為他們關心的事情 都是很安全方面的 那鄭偉就是經過了20多年 那你剛剛也提到的 教育實驗Samba 也在去年就是修正通過 那你看這20幾年 台灣對於說 智學的一些法治療 或資源 增加了哪些 那你覺得 未來還可以用哪些 可以再更好的地方 那本來是沒有嘛 所以現在有的一切都是增加的 這個可能 可能有一個前後比較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完全沒有 那現在 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 當然是 就是一路從幼稚園到大學 大概都可以去進行實驗 那不是只有體制外的實驗教育 也有體制內的教育實驗 那特別是明年課綱通過之後 體制內的教育實驗的空間 會變得非常大 就是肖定選修 肖定離修 學校課法會 跟社區一起發展 這個教學學層等等 所以我們就慢慢發現到說 可能自學跟 就是在家自學 團體自學 機構自學 到國民教育 醫務教育 這個中間慢慢變成一個廣譜 就是一個學習者 他可以在這邊 很自由地去移動 他還是可能用一些 現有的學校的資源 但是他還是也可以用很多 校外的資源 那尤其是 如果他自己已經用一套 學習的一個目標的話 那其實每一個 縣市的這個 自學相關的審議委員 就會建議他說 我們這個縣市 有哪些別的資源 他就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我想 在現代 尤其是有網際網路的時候 比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你想要解決那個問題 或那個社會使命 在偏門 都不會感覺到孤獨 因為全世界就算 只有一千人 在解決這個 勇取法人目標的 某個分項的題目 但是這一千人 一定就是有一個社團 然後你移上去之後 大概就可以認識 所以我想就是說 他的地理限制 就更不受到地理限制 這是跟二十年前最大的差別 那反過頭來說 就是說 這個地區裡面 對這個東西關心的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課語 公語 或怎麼樣的方式 互相組合起來 那這個時候 在學校體制內的 這個老師 常常有些共同規客啊 或一些教材教法 革新啊 概量啊 這些團體 所以實驗教育實驗出來的 好的部分 教材教法概念 素養導向這些東西 就可以很快的 流到這個 慣性教育裡面 那實驗教育也不是都成功 那因為實驗教育是 自己學習者的目的做出發點嗎 也許我現在想做的這個題目 或者是我的一些 這個特殊的 學習方式 他目前的教材教法 真的無法對付 所以這個實驗也許要花一次 兩次 三年四年慢慢才找得出來說 我要做這種題目的 這樣子的身心狀態的小孩 他真的需要教材教法是這個 那這個東西 可能還要自己重新發明 那這種東西 它就會有一段 很長的一個實驗過程 那這個實驗過程 就算所謂的不是很成功 但是也可以讓所有其他的 不管是實驗教育界 或者是關心國際教育界的朋友們 看到說 原來這個情況 不能用這個方式解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實驗它的重點 並不是它總是成功 而是說它不管多成功 它是能夠變成 所有人更了解說 怎麼樣子的教材教法 適合怎麼樣子需求的 學習者的這樣子 一個共同的資源 就會變成一個生態系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在這個時代 我們覺得說 公民教育這邊也開放了 實驗教育這邊也開放了 雙方就比較沒有那麼 近微分明 以前是還有一種 公民不服從的那種感覺 但現在這整個都是 學習體制的一部分 所以委員覺得說 有就是 我今天想要自學 我可以選擇 體制內或體制外 就是怎麼樣的人 適合體制內 體制外 這麼有特別分類嗎 或者是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實驗教育其實也是體制的一部分 因為有實驗教育三方 那如果你想要學的這個東西 它適合一個機構 就是說好比像說 你要學功能物理 你沒有辦法不使用機構的資源 對那反過來講 如果要學的是一些 好比像說你要做的是哲學 哲學不需要七層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要做的那個題目 它本身會去決定說 你有多少需要現有的機構的資源 你有多少需要其他人的協助 或者幫忙 你如果要學古蹟修復 你沒有古蹟 你到底要怎麼學古蹟修復 對 所以就是說還是看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去決定 如果那件事情 剛好體制內的資源是可以滿足的 那我們目前是讓體制 盡可能的去配合這個學習者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 那麼多的去變成實驗教育 你用現有的或者新的這個課綱 就可以來處理 那但是如果你要做的題目 它真的是我們這些做課綱 都沒有想到的 那確實很有可能 那你就必須要透過實驗教育 但是這個實驗教育的過程 還是在跟體制獨斷的對話 你用得到的資源 還是可以去這邊使用 而且這樣子實驗出來的結果 到最後就會讓體制知道說 原來有一群你想要學這樣子的題目 那我們這邊不管是電競啊 或者哲學啊 或者什麼東西 我們就要慢慢進入體制內的課法會 去把它考慮到說 這麼多人想要學電競呢 電競也許就是應該要變成 某個學校的校定選修或必修 讓大家對於電競的興趣能夠引導到 對媒體啊 對直播啊 對這些東西更加了解上去 那當然一開始做的那幾個人 也許會必須要用實驗教育 但是只要他跟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學校課發會 這些系統 還保持密集的聯繫 那慢慢慢慢就會被主流教育採用 那鄭偉現在有上哪些有關電競啊 或哲學一些網路社團嗎 還有持續的加入 對啊 有哪些 有哪些 我現在的題目 還是回到我最早做的那個題目 就是大家怎麼樣快速的在網路上 認識彼此 相信彼此 達到公式 那這樣子的社群 在台灣當然比較大的是 居林幣 臨時政府的社群 那我上個週末才去參加 台灣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台灣IGF 那IGF這個社群 它其實是 所謂的Internet Society 就是網際網路協會 就是全世界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 有興趣的人 組成的一個世界型的社群 那網際網路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是任何一個國家 或任何公司控制的 它就是這些社群愛好者組成的 我們到現在 能夠有網際網路可以用 到現在都是這種統號去組成的 它並不是任何機構 所以這種跨領域的 然後跨部門的這種 共識形成的合作 就是我那個時候 在14、15歲的時候 碰到的第一批 這樣的朋友 他們就是在推行這樣子 我們叫做多方厲害關系人的這種 互相協作的這個機制 所以網際網路社群 我想在台灣包含 剛剛講的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或者是我們現在 V台灣的這個社群 它是去裡面一個專案 它是真的網際網路治理的方式 來討論一些公共政策 那這個都是每個禮拜三 我們都是在 社會創新事件中間 在廣東那邊 還是有聚會 那我還是幾乎每個禮拜都一定 應該怎麼講 鄭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初你是比較主動性 自覺性認為自己需要自覺 那今天作為一個家長本身 如果小孩沒有主動提出 那你覺得家長應該關心哪些項目 就是小孩的哪些特質啊 或是他表現出哪些舉動 認為說這個小孩你今天需要自覺 我想我們在實驗三法通過之後 我們確實也看到一些家長 他是不信任學校 所以他就希望小孩能夠 不要受到學校的那麼多的影響 那有一些是他有特定的 就是人文上或宗教上的一些堅持 然後他覺得說學校 太過於舒適化 這個確實也有看到這樣的家長 但我這邊想要提醒的是說 學習的動機 還是小孩自己發起的 所以很容易家長是會投射一些說 我小孩上學不舒服 但是那一定是因為他被同學帶壞了 他被老師帶壞了 他被體制、講部帶壞了 或什麼之類的 他很容易投射一些家長的想像上去 然後就說那我就要帶回來自己教 或者我就要使用時間教育之類 但是我覺得如果小孩沒有辦法具體的講出說 我現在就是有某種知識上的或社會性的探索 我沒有辦法在學校滿足 我想要做一個題目 我想要解答一個問題 那我想要跟一群做某個題目 但是我在學校就找不到這個題目的人去合作 除非他自己提出這樣的需求 不然任何這個形狀的需求 如果是家長硬加到小孩身上的的話 不一定對時間教育是有好處的 因為這樣子很可能是變成 家長對於小孩的學習 把它導向一個特定的方向 我們課剛做的再怎麼不好 他至少就是得志體群美這些相關的部分 小孩都有一定的探索的空間 但如果家長是處於一種特定的理念 或者處於一種特定的概念 去引導小孩說那學校就沒有辦法讓你專精在這個上面 那我還是覺得說這句話要小孩來講 而不是家長來講出來 那家長應該是唯一小孩的需求 那功課比較不好的 就是棒牛班的學生 他今天可能完全拒絕任何 就是書本上的學術知識 你正會覺得這種小孩適合自學嗎 沒有啊 他如果是對技職感興趣 或對藝術創作感興趣 其實我們現在在新課剛裡面 這個是放得非常寬的 甚至是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跟他的創作群組 或者是一些業界或者是一些技術高中 他跟他當地的社區或者是一些產業去進行搭配 所以他可以馬上進入實作 他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說 好像他一定要去念科技大學 什麼樣的一種就是閱讀方面的一些工作 因為每個小孩他的學習的途徑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他是看著抽象的一些字 他就可以理解 可是有些人他一定要透過動手 互動時的操作 他才能夠獲得知識 但這並不是說哪邊他的學習能力比較好 就是每個人的學習方式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新課剛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在做一個題目的時候 就是要結合各種不同學習方式的人 不是說好像大家都要去配合那種能夠死輩的 這個就是以文字或記憶做個主要學習模式的人 來做教訓 那反而是說透過像生活課程或者是一些互動的這些課程 去更強調說每個人有不同的學習方式 那這個學習方式他就是還是可以去學術學 只是他建立術感或量感這些的方式 可能要透過操作來達成 所以我覺得放牛班這個概念 可能是比較古老的一個概念 那時候還是大班 請老師要帶五十個小孩或就是更多的小孩 那時候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讓不同學習型態的小孩 去選擇他自己的學習路徑 所以就會變成是他犧牲了一部分的小孩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師生比當時好太多了 所以應該不會再有這種就是他有特定的學習方式 有學習的熱情 可是他的教訓教法真的沒有辦法滿足這個情況 那如果有那確實可以考慮實驗教育 可是那個是同樣的是 就是要這個小孩自己提出這樣子的需求 而不是說好像他的學習方式不適合 那就馬上就離開學校 那我還是覺得要學校可能會多討論 所以鄭偉在就職一年多來又想要自學新少年 透過網絡或各種管道來請教一下 那有啊 相當多 相當多 他們通常是透過信箱嗎還是 我有一個公開的討論版 哦 那也有這個來我的office hour 就是禮拜三我在社會長一行人中心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最大的問題大概歸納起來 當然很多是希望能夠 我能夠去告訴目前正在進行教學的老師們 說現在小孩的學習方式跟前進不一樣 他們更想透過像桌遊 或者是這種互動式的這種 比較是問題解決導向式的模擬聯合國 這些教學來共同學習 而不是坐在那邊聽老師在台上講 他們是主要還是覺得說這是一個教材教法 而且這不是他們個人 他們是希望說所有的進行教學工作的老師 都應該要理解到這種高度互動性的教學 問題導向為解決的教學 這些東西就是這一代小孩他們習慣的 所以如果能夠改變這些家教法的話 對所有的學習者都比較好 不是只有對他們幾個人比較好而已 所以很多是一些倡議的一個團體 所以他們主要是針對制度 你也不是說他個人嗎 就是他希望你可以跟他的家長 或是跟他老師說 對或甚至是幫忙普及他們發明的 好比像說有一個叫做什麼 烏托邦賽局的一個桌面遊戲 就是想要透過紙牌遊戲跟桌面遊戲 來學習關於社會制度這些 那還有一個桌遊師 叫永續發展目標的這些 他們都很希望說這些不是只是社團 或者是只是網路上的同好會 而是能夠讓更多的老師知道說 你用這種方式來教學的話 所有的學生 所有的學習者都有更多的參與感 而不是好像只有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有標準答案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部分我也是覺得很樂觀 因為目前我去一些高中教師 像有一個公民教師的討論群組 邀我去演講 因為我也發現他們教材教法 現在也是很靈活 因為這一代的老師 開始慢慢是解研之後出來的老師了 就是他們自己受教育的時候 就是解研的時候受的 所以他們對於新的教材教法是比較靈活 因為不會受到那種標準答案的那種限制 那但是當然在前一輩的老師 還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就是wisdom 就是有很重要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對於教材教法的靈活性 這個是可以 我們現在都叫輕盈共創 就是不同的generation去貢獻不同的部分 但是總之是往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 去調整他的教材教法 所以我想實驗教育 不要把它看作是好像體制教育就是鐵板一塊 然後在裡面就是不符合的人只好出來 因為我們新的課綱的整個重點就是 把以前剛性的課綱變成比較柔性 讓每個學校甚至每個老師可以自己去做創造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把以前強調特定技能的這種東西 變成強調學生自己的素養 那學生自己的素養 就可以透過整個學校的這個學習圈 甚至是非學校的學習圈 但是它還是在學校裡面 就是它可以結合更多在地的社區資源 包含大學社會責任啊 或者是包含在地的一些聚落啊 一些社區營造啊這些東西去挑戰 那所以我們的目的其實是 把體制內的教育的那個實驗的空間 開到一直跟實驗教育裡面 已經準備好主流化的東西 能夠互相對接 所以就不是兩個在兩邊 而是這是一個完整的一條這個網鋪這樣 好好這樣就可以謝謝 謝謝謝謝 那我請問你那個是灰灶嗎 這個就電腹光有去大展 十七下 謝謝謝謝